那個計程車司機也都很愛 透過那個後照鏡偷看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後來裹不起來 然後他就開一開... 然後他就看我一下 然後他就問我說 妹妹 然後我就說 不會 我吃得很飽 然後我說是喔 可是我這裡有一個麵包 你要不要吃 然後就一直要我吃那麵包 我就硬是不吃 結果後來我快到那個 快到家的時候 我就一下車 結果他就拿著那麵包給我 你搭過什麼很奇怪的 計程車司機的車 因為我也頗具之色 所以每次那個計程車 你已經夠可愛了 你不用跟人家一樣弄梗好不好 反正就是那個計程車司機 也都很愛透過那個後照鏡偷看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後來裹不起來 然後他就開一開... 然後他就看我一下 然後他就問我說 妹妹 然後我就說 不會 我吃得很飽 然後我說是喔 可是我這裡有一個麵包 你要不要吃 然後就一直要我吃那麵包 然後我就想起來 法國麵包喔 不是 不是 原的 菠蘿麵包 然後我就想到 你們聽我講 我就想到那陣子看那個妹 就是他們就是說 各位單身搭計程車的女性 請注意 是 就他說那個計程車司機 就會假裝說 就請你吃麵包或請你喝飲料 其實裡面都有毒 然後他就會把你... 是下藥還是不毒 對 迷腱 迷腱 對 他就會把你結婚了以後 就把你再去某個地方 然後就說 會不會就被我遇到 這麼幸運 為什麼妳想要讓他帶你去 這麼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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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直接跟司機先生說 那第二個啦 司機先生 你要對我怎麼樣 不用拿東西給我吃著了 沒有... 我就想說 要到國山上都沒有關係 怎麼會社會上的事件 發生在我身上 我就覺得好興奮 好像中熱透的感覺喔 沒有 因為我知道怎麼保護自己 我就硬是不吃 結果後來我快到家的時候 我就一下車 結果他就拿著那個麵包 就開始吃了 結果是我問回他 他自己吃的啊 就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然後我回去了 我就檢討自己覺得... 妳是來破壞我們節目 沒有 我是認真 我就檢討自己覺得 我自己心地太壞 怎麼可以懷疑他 這樣講有可能啦 因為有的計程車司機 他要爭取時間 他連開車的時候都在吃飯 不過還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啦 就是還是要小心 因為畢竟長得漂亮啊 蝴蝶... 你不適合這樣 OK 不是啦 你這種... 汪婷 有沒有遇到 老汪 我遇過一個老伯伯 他有一點點... 應該是那個喜歡男生 然後他就回頭 對 他就回頭 看到你精采了 他就回頭啊 然後就直接 你坐在後座 對 後座啊 他就直接就... 那因為我這樣上車這樣 就放這樣子 他就回頭就這樣抓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看我的手 都一直跟我這樣講 他說 對... 那他這樣怎麼開車 對啊 沒有 他就看一下 然後摸一下... 他不看前面開車是不是 他整個就是變態啦 整個就是變態 他喜歡小男生 那你問我怎麼樣 等一下... 小男生 小男生 喜歡男生 我看你才變態吧 我... 我知道被攻擊的痛苦 不是 他喜歡男生啦 王建民他這樣有可能 對 發我們兩個男生 都是小學生的智慧 他喜歡男生 你平常出門不穿這樣對不對 穿短褲嘛 小學生智慧這樣 對不對 他這樣扯 穿這樣 好妙子喔 然後他就... 就這樣 就很奇怪 就這樣就摸 然後我就說你命好像很好 你是無外神人啊什麼... 他應該是有一點點喜歡男生 然後呢 你咧 然後就把手抽回來 抽回來 因為坐很近 一下子我就下車了 你有沒有看過他 你有沒有跟計程車 司機打架過嘛 沒有 我沒有 你有啊 不是 你現在是要講 你打乘客的經驗了嘛 真的假的 打乘客的經驗 不會 打乘客 打乘客 我打乘客 我跟你講喔 有時候你開計程車的時候 你開到晚上 你最怕喝醉酒的人 對 那喝醉酒的 其實你看就知道了 他明明是這樣子 然後呢 你盒子開過去 你發現他已經要攔... 你這樣 車子... 不是盒子啦 車子 你們外面怎麼聽得那麼清楚啊 盒子講 盒子講 車子開過去之後呢 你發現他已經喝醉酒了 你已經壓根不想去載這一個人 但是他又有最厲害的絕招 他就擋在路中間 然後整個就 你開啊 你要不要開 好危險 而且他趴在眼睛上面之後 他不是... 如果說你要載他的話 他不是整個人起來之後 走到旁邊去 因為你可以落跑嘛 他是挨著 那引擎蓋這樣子 你跑到跑不掉 然後就把車子... 車子能打開 你騙你啦 你沒有開過計程車 真的 他就直接坐到駕駛 就坐旁邊去 就給你坐下來 然後呢 走 去哪裡啊 我說你去哪裡 你沒有講啊 我休息哪有 不知道啊 他就看你就類似有一點 像我這種很兇狠的眼神 叫你去 你是要走 不然要走 你不要說 我去哪裡去山頂啦 剛才我去哪裡去山頂就對了 就叫我帶山上去了 沒辦法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叫天天不日 叫地地不靈 對 這時候你叫... 媽媽... 你叫媽媽... 然後媽媽不來 咕嚕咕嚕滾下來喔 我小老鼠上燈台的耶 你知道耶 不要這件事 對 然後... 你們發來賓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子的話 那個故事會哩哩擋 好啦 你就講下去吧 等一下 你知道演戲的時候 笑場說你在演... 所以你不要接他的話 因為我聽到了啊 根本就拿兩個耳麥啊 那我不要聽到他講話 還是要把他那個聲音收掉 不要讓那個麥克風有聲音 好 沒有 上山然後呢 有講到上山嗎 有啊 上山 左邊巷子上山去 上山之後他到一個公寮 那個公寮你看就是 不像是有住人的地方 但是他有一整微暗的燈 他說知道在那邊休息嗎 然後... 只要你在那邊休息啊 不是啦 他就在那邊 他就把車停在路邊 他就把車... 不是你開車了 我... 你自己講故事的問題還怪到我 考到車還是變成我了 喝醉酒不就他喝醉酒啊 對啊 就到了 公寮 山上公寮 然後他就跟我講 你休息一下 他就下去了 下去了之後呢 他說我沒帶錢 我去裡面拿錢 他就下去之後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在那邊等他拿錢嗎 開走啊 一定開走對不對 開走嘛 當你要開走的時候 他從公寮拿著棍子出來 真的假的 他就要扁你 真的還能那麼扁你啊 他就覺得你很不友善啊 就是覺得好像喝醉酒的人 就是好像覺得你不想再到 也許可能是因為他有失戀 還是什麼樣的因素 所以喝得很忙對不對 我車門打開對不對 正要跟他來一下的時候 來一下的時候 他就躺在地上啦 那怎麼辦 後來我也沒嫁下去 後來我就把車子開走了 可是我走之前 對 我不是有欺負到他啦 因為你會很害怕嘛 他真的會很忙啦 俊哥 廖俊啊 他也就喝酒醉喔 喝醉醉 那俊哥住延吉街那邊嘛 然後他就在延吉街 跟市民大道的巷子口喝而已喔 然後他喝得非常非常醉 一上車 他就叫藍紀人車 藍紀人車 然後他就上紀人車 跟紀人車司機講說 延吉街 那紀人車司機說 不好意思 延吉街幾段喔 你是白家 延吉街那我幾段 沒段... 延吉街就對了啦 然後那文獎就說 這裡就是延吉街啊 然後那個俊哥就拿一千塊給他 好 少年 然後就少年了 這個還不是俊哥跟我講的 是那個文獎跟我講的 我拍台灣臨時面的時候 那個文獎來當臨時演員 還跟我講 好 少年 你塞... 你塞太快 快到了 你已經到了 等一下... 我很不願意做一個 換人家破梗的事情 但我一定要講 這個是笑話 他三十幾年前就有意思 屁啦 真的啊 你去查 他是個笑話 他是個笑話 我跟俊哥求證過 這是真的 真的嗎 這是真的 這是那個問獎親口告訴我的 是喔 他來當台灣臨時艦的臨時演員 那為什麼網路上 那個很多笑話是一模一樣的笑話 你PO出來給我 但是他上次給他兩千 不是給他 一千啦 一千... 一千... 那可能是因為俊哥的笑話 他很好笑 PO上去的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 不是 你... 我跟講 你不能被人家攻擊 怪人家來攻擊 不是啦 我忘記了... 我們覺得他是腦羞成怒 要攻擊別人的請舉手 對 我想起來 我真的在這個人講過 自己也講過